好来这里是CIO口音梅来 今天来试试看黄音音的经典歌 KUSHA 这应该是他90年代初 就是脱离飞碟 然后要跳槽滚石的 前的最后一张专辑 国语专辑 他还有再发一张英文专辑 那个温柔火战车第二 轰铃星是第二集 温柔火战车 那个才是他真正脱离飞碟的 最后一张英文专辑 那中文就是这一张 就应该是叫让爱自由 然后这是他的第二主打歌 然后作词作曲就很有名的 熊美林和林丘里的福气党 对 然后在台湾或者是在大陆 最近比较常多人翻唱的 应该是张慧妹的版本 张慧妹其实也是翻唱的版本 就是其他一开始 后来才有他的声音跑出来的 好来那个 我今天应该两个版本都会试试看 好来试试看吧 好开始了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 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 偶尔合作曲里飘进我眼里 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 为何你从不放弃遍 为何你从不放弃飘泊 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 你总是带魂满口袋的纱给我 难得来看我 难得来看我 却又离开我 让那手中泄落的纱 像泪水流 风吹来的沙 落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沙 堆积在心里 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风吹来的沙 穿过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沙 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其实这个歌 应该是林秋梨和熊美林夫妇 然后应该是第一首 没有因为唱片公司指定而创作的 他们自己原创的歌 它其实就有点像唱片公司 刚才要求什么他得去写 他这首是没有的 后来被黄英听到 就把它收起来了 不过留待他最后一张 再飞跌了才发了 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 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 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 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 难得来看我 却又离开我 让那手中泄落的沙 像泪水流 风吹来的沙 落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沙 堆称来的沙 堆积在心里 是谁也看出发生了 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连 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风吹来的沙 穿过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沙 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风吹来的沙 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 分离 其实这首歌应该是熊美令 她在看一个日本电视剧 好像叫什么杀什么杀的 我忘了 其实有故事 但我找连结都找不到 后来就灵感大发就写了词 然后找灵球 写了曲还是词忘了 反正就写出来了 然后找灵球里来帮忙把它完成 就是这样子才有这一首歌 应该跟那个黑夜白天是同期的 只是一张黄银把它放在 热爱我的爱那张专辑发 然后另外这首歌就变成鸭香宝 大概在飞结的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张专辑才把它发出来 这首歌好像之前也是最后录 因为那时候好像他们一直觉得 让爱自由那张专辑少了一个主打歌 所以黄银就说 未有一首歌就把它录起来了 一边一听就还不赖 就拿来当主打歌 就变成现在应该这个是黄银 最红的一首歌 好来 我们来试试看张惠妹的版本 开始 我刚刚都碎念了 有讲错 欢迎跟我讲一下 张惠妹有去改编过 所以她有些东西不太一样了 歌词的唱法不太一样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 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 偶尔回了作剧地飘进我眼里 宁愿我哭泣 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难得来看我 却又离开我 让那手中泄落的沙 像泪水流 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 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 还对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 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 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 给我 难得来看我 却又离开我 却又离开我 是谁在心里 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风吹来的沙 风吹来的沙 明明在哭泣 难道 早就欲言了分离 你看很多音都不太一样嘛 对不对 跟黄英元版的不一样 黄英元版其实很难唱啦 因为他就是要他那种 比较空灵的声音 然后那种 像吐气一样的咬字去唱它 才会唱出它那种味道 你是我最空色的等待 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 偶尔回乐作剧的飘进我眼里 宁愿我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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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我爱你 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 风吹来的沙 落在悲伤的眼里 谁都看出我在等你 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 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 风吹来的沙 风吹来的沙 穿过所有的记忆 谁都知道我在想你 风吹来的沙 明明在哭泣 明明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嗯 嗯 嗯 分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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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张惠妹也是 那个黄银的大歌迷 好 来这其他会进歌 歌坛也是因为 他很喜欢唱黄银的歌 好 来这里是C-O-Ko-Y-M-E 结束了 拜拜